廈門,那邊開始學中文 我去廈門大學的華語中心學中文 他們看我的口音,他們都問我說 哎呀,你是在台灣長大了嗎? 所以我就決定過來台灣 廈門那邊生活不太適合我 在那邊沒有健保的那種服務 台灣還會給你健保卡 總是感覺滿爽的耶 就算我去生病,我可以去診所 我一開始學放題字 我沒想到寫放題字這麼難耶 好,各位朋友們,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次影片呢,我旁邊這位朋友呢 看起來是外國人 但是呢,他的中文比我好五倍 他是來自土耳其的學弟 沒有那麼誇張嗎? 有,有,有,你講一下,你講一下看看 大家好,我是李小龍 李小龍不是那個Bruce Lee嗎? 但是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我是覺得我是真正的李小龍吧 應該是 你是真正的喔?還是他是真正的? 是你是真正的? 我是覺得,我是覺得 因為我是在這邊 在那個教育大學國際系的學生的李小龍 所以我是覺得 我代表說我是真正的李小龍 各位,聽到了沒有? 完全沒有口音,非常的厲害 很多台灣人有沒有跟你說 你就是,就是台灣? 其實有好幾個人,他們跟我說過 就是我,他們看我的口音 他們都跟我說 你是在台灣長大的嗎? 我說,他們說 你是在台灣出生的嗎? 我說沒有 沒有,我來台灣不到三年了 我就是... 什麼可能長年內學這麼好的中文呢? 入境水俗啊 入境水俗啊 入境水俗,各位聽到了嗎? 他不是一般的老話唷 在台灣有這麼多的外國人裡面 中文最好的之一 但是呢,你還有一些其他的 很多故事我知道的 但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好,稍微簡單地介紹一下 你之前呢,在哪裡開始學中文? 是這樣,我之前第一次在廈門那邊 開始學中文 我去廈門大學的華語中心學中文 學了大概七、八個月左右 然後後來我發現就是 我比較想學比較難的字 比較完整的中文字嗎? 對,就是比較繁體字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就決定過來台灣 然後我直接去那個成功大學的華語中心 就是台南那邊了 我一開始學繁體字 我沒想到 寫繁體字這麼難耶 這麼難耶 我之前在土耳其的時候 也是學繁體字 因為大部分在國外 很多的那個韓學系啊等等 他們叫的是繁體字 但是我很想要 學台灣的這個真正的 對,真正的 real,real mandarin的那個寫法 就是繁體字 後來開始學的時候 真的比較漂亮,說真的 對,對,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而且最搞笑的事情是 我現在看繁體字字的時候 我完全看不懂 我現在看繁體字的時候 我才看得懂啊 我之前是想反的 現在我 除非我看繁體字我才看得懂 如果看繁體字我看不懂 已經忘掉很多繁體字的 就是很多字啊 所以我想說 大概我已經入京隨俗了 很好很好 你是從廈門來到台灣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一些台灣 你覺得不一樣的地方在那裡 我覺得很像耶 像嗎? 很像耶 尤其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是 那我先開始講就是 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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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的地方是 台灣人講台語 然後廈門福建那邊的人 也講明南語 我想說他們的語言差不多一樣 當然有一些口音的差別 有可能是他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用的有一些詞語 有什麼用法 有可能不一樣 但是 口音很像 就是我說 他們也是用同樣的語言 然後不同的地方是 廈門那邊 雖然是他們 非常受歡迎外國人 但是 我是覺得那邊的生活不太適合我 怎麼說呢 我比較在乎那些保險的 那些 保險? 對,健保那類似的 這邊當然很好啊 對對對 因為我那時候 在那邊沒有健保的那種服務 然後 我來台灣之後 我發現 這邊有健保啊 然後 就算你去化育中心 台灣還會給你健保卡 總是感覺很 滿爽的耶 就算我去生病 我可以去診所 看醫生 然後 就很便宜 不到一百塊啊 在廈門那邊沒有這個服務 因為廈門那邊沒有這樣的服務 就是廈門那邊的話 去醫院是自費 對 那就當然 但是台灣的健保 我們可以說全世界 No.1 我是覺得低名 真的啊 我是覺得低名的 是真的 這是很多外國學生來台灣的說 我記得過了幾個月之後 你立刻可以拿得到 懂我意思嗎 所以一定要拿 所以台灣的政府說 你不可能不拿 一定要拿 一定要拿 對啊 是必須的啊 你非得到健保可 在台灣一定 對一定要拿 三有辦法可以你在這邊 不然會被罰錢 對對對對對 這個好 那還有什麼 你覺得台灣的一些優點 讓你覺得很喜歡的 比如說安全之類的呢 我是覺得台灣真的很安全 呃 怎麼說呢 不管什麼時間 凌晨三點 五點 四點 你出去玩 不管你去哪一個地方 不怕 都不怕 沒有人 煩你 沒有人 怎麼講 把你的錢包 搶手啊 沒有人 沒有人 罵你啊 他們沒有罵散話 就是他們 不是覺得這邊的人 很熱情 他們 他們沒有 叫我麻煩 他們沒有威胁我 他們沒有欺負我 我覺得這個方面 我是覺得台灣真的蠻安全的 你去過其他的國家嗎 我去過差不多二十六個國家 二十六個國家 比如說哪一個國家 你覺得是 我去南美洲的巴西那邊 那邊 那邊很危險 滿危險的 我怕我第一天 我感覺快死掉了 真假的 就是 有很多那種 像 大概 就是像一模一樣 黑道一模一樣的人 然後他們一直有 不是 用他們的槍嗎 我怕他們開槍把我殺掉 我在台灣 從來沒有發 遇過這樣的問題 台灣不可能啊 國外有可能啊 我說巴西啊 南美洲啊 還有那些國家 你去過美國嗎 我沒去過美國 我沒有去過 我去過西班牙 然後 那個 馬西東尼亞 馬西東尼亞 好多耶 那這麼多的國家裡面 你是覺得 最讓你覺得舒服的地方是哪裏 我覺得台灣 真的假的 對 我是覺得台灣 因為來台灣 大家都 非常幫助我 一過來 就是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大家都幫助我 比方說 我想去問任何台灣人 這個地方怎麼走 他們立刻去幫助我 是啊 他們帶我去這個地方 他們先離開這樣 我真的很笑一跳 好 那個我 那個 我想去的地方 是二十五分鐘走路的距離 他要跟你一起走 對 他跟我一起走 真的 我知道 我也是遇到過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然後 我還想說 這邊的獎伯 阿公阿媽 他們真的很喜歡 請外國人吃飯嘛 我真的 這個方面 我真的很感動耶 他們一直跟我說 欸 小龍啊 過來啊 我會 就是請你吃飯 我會做飯給你吃啊 你多吃一點啊 我真的太感動了 欸 這個方面 其實台灣很像土耳其 有一點像 土耳其 長輩也是蠻喜歡的 對 我們那種 其實算是文化恰意 我覺得很像的 那解釋來你的計劃是什麼 你應該會解釋 你不開這裡吧 我是覺得 我是大學畢業後 我要定居台灣 我有這樣的目標 定居呢 你想要做什麼 我是想 先 想開一個 一家公司 對 但是一個慢慢一步一步 當然啦 你現在幾歲 我現在二十二歲 各位 二十二歲喔 你們看 我四十三歲 中文這麼好 然後去過這麼多國家 經驗很豐富 搞不好呢 未來 你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老闆 台灣會給你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喜歡 台灣會給我這樣的機會 可以可以 一定會可以的 我覺得可以的 有沒有一些不喜歡的地方 還是覺得可以改向的地方 我是覺得改向的地方 一定是 台灣的每一條路很窄 然後 有一些 怎麼講 也可能是 也算是文化差異吧 就是 我是在路邊走路的時候 很多 很多摩托車 停在路邊 然後我經過不了 那個地方 交通上面的一些 交通工具的問題 應該是 交通工具的問題 然後放租費的問題 我是知道 你現在給多少錢 租金 我想知道 我是入學校 術士 但是我去年的時候 我在台北 那邊 台北很貴啊 然後一個月我是 繳一萬台幣 一萬台幣 那你是講學金的學生嗎 我沒有講學金 所以你考自己 我考自己 考家人 對呀 對呀 我是考我家人 這樣有一點辛苦 辛苦啊 那一個月大概花費多少 花費是收穫費嗎 全部 全部大概會 兩萬五千台幣 差不多 對沒有錯 因為台灣的獎學金 也是兩萬五千台幣 對呀 因為都是看人吧 就是如果你是 常喜歡出去玩的人的話 出去玩的人的話 一定會花更多錢 當然啦 如果在台北的話 有時候你可以想要去 比如說野店 想要吃一些比較好料 對 那就錢就沒了 對 因此我是過來台中 難怪你來到台中 因為這邊的生活 比較輕鬆 我是之前在台北的時候 我是早上八點的借運 然後我就是剛想去 然後我看到 我其實我進不去 因為有很多人嘛 很滿 大城市啊 對 然後我是笑了一跳 那我是怎麼辦 如果我是去上課遲到的話怎麼辦呢 但是在台中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在台中 台中站 對 謝謝你喔 今天講了那麼多的故事 謝謝 真的 我也是一直很希望 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他拍一支影片 但是呢 他來台北的時候 有可能是我在工作 剛好我這次來到台中的時候 我馬上跟他聯絡 我說 我這次呢 在台中一定要跟你聊一下 你在台灣的生活 為什麼這麼喜歡台灣 終於做到了 兄弟 謝謝你喔 謝謝你喔 有什麼需要的幫忙 可以跟我講 OK 必須啦 好的朋友 今天影片到這邊 大家可以幫我分享這支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 從他的角度 我們一起看台灣 台灣是好地方 訂閱按讚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 期待下一個影片喔